欢迎来,我是阿比 如果说电影是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 那么导演《冰口龙界》 便是近年来电影界最大的瑰宝 凭借着《驾驶我的车》 横扫了奥斯卡·嘎那众多奖项之后 《冰口龙界》又带来了新作 一举掌获威尼斯评委会大奖 和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 这部《邪恶不存在》 描绘了领东山村宁静清澈的图景 人与自然和谐生息 村民团结一致 抵御者即将到来的人为破坏 积血矮矮,透着纯洁和光明 树木匆匆,象征生命和延续 似乎真如片名所说的那样 邪恶真的不存在吗 如果你是一个大大烈烈的人 那这部电影就是个田园风光片 但但凡你的心思 比普通人稍微细腻上那么一点 那你将会解锁这部电影 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你会发现 尽管全片没有一帧画面是恐怖的 但邪恶依然隐藏在每一处细节里 这才是真正的日式恐怖 全片不谈恶,但处处都是恶 电影以一个四分钟的仰视镜头 缓缓开启 树木交错,天色空蒙 随着枝条逐渐靠近 画面落在了一个小女孩小花身上 此时的她站在树桩 好奇地望着天空 我们由此知道了视角的来源 伴随着突兀的电锯声 画面对准了本片的主人公阿巧 她正在剧目 这是她每日的例行公事 奇怪的是 这里同样用了一个仰视镜头 让观众和树木巧妙地重叠 男人面无表情 显得冷峻而危险 利云木的女孩 聚开木的男人 或许悲剧的伏笔早已埋下 她把聚好的木放在树桩上 挥动斧子 木头便一块块应声落地 显得老练而轻松 再把散落的木材放进推车里 对到屋子的抑郁 这些天取暖的原料就备齐了 每天她都在这里待到下午1点 之后便驱车前往另一处 帮村里的拉面店取水 清澈的洗水边上 一个人装 一个人运 他们是农夫雨泉 是大自然的快递员 当他们把水箱放进车里 远处的森林传来猎枪的声音 预示着危险的到来 路上 他们意外发现了野生的芥末 这种植物身价昂贵 只在优异的水质条件下生存 这也解释了拉面店在此取水的原因 忽然阿巧停在原地 她扶着脑袋 似乎又忘记了什么 原来 女儿小花放学的时间早就过了 她向拉面店的同伴道歉 随后往学校赶去 她总是健忘 不仅忘了接女儿放学 就连今晚七点的聚餐也不记得了 同伴忍不住表示 阿巧 你太健忘了 学校门口 孩子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 唯独不见小花的身影 老师告诉她 小花说你今天会忘记 所以就走路回去了 似乎这样的事情早已成为常态 男人倒车离开 车尾视角从学校持续到马路 和前面两次出现的车头视角形成呼应 展现了男主所处的乡镇环境 两点一线的日常 恍惚间给人小森林式的既视感 又是一个林中的仰视镜头 这次视角的源头换成了阿巧 这片森林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连接着家与学校 电影一开始的长镜头 便是女孩每日孤单漫长地上学路 沿着这条路走总会找到 这里导演用了一个平移镜头 让两人丝滑地聚到了一起 宛如叶片上的两颗水珠 小花在父亲背上指认着周围的植物 橡树 松树 山珠鱼 父亲告诉他 那棵不是松树 而是落叶松 两者树皮的颜色有所不同 女儿看到了新奇植物小群摸 被随即制止 这种植物叫五家 镜上有刺 就连鹿也不吃它的果实 继续走着 他们发现了鹿的脚印 被鹿咬过的红麦蜂 以及一头小鹿的骸骨 由于狩猎者未能一枪毙命 无法动弹 只能慢慢地等待生命终结的鹿 被称为半尺 女孩跟着父亲走到一处湖泊 白雪挨挨 纯洁无瑕 一道道清晰的蹄印在雪上铺开 这里便是鹿喝水的地方 这时 地上的羽毛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他捡起说道 老师一定会喜欢的 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 被小花唠唠记住 也成为了悲剧无法缺少的注角 画面一转入夜 村民来到阿巧家聚餐 表面上 这是乡里和谐的一场晚宴 实际却是为了反对营地 而开展的战前会议 村长拉面店的二人男主 以及一个护林员模样的黄毛 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着明确的分工 村长拉帮手和总结陈词 男主和拉面店二人 从水污染的角度提出反对 黄毛则去戳破建设方的动机不纯 因为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建好露营地 经纪公司便可以申请丰厚的补助金 举办说明会 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聊完正事 拉面店感谢阿巧才来建模 准备推出新的时令菜 男人也拿出捡到的羽毛交给村长 这是野山鸡的羽毛 能用来制作乐器 老人的儿子喜欢弹播乐 这对他来说如获至宝 老人兴奋地解释这小小羽毛的作用 一旁的小花歪着脑袋 听得入迷 如也 人们一一离开 暗蓝色的月光照进木屋 落在了尘封多年的钢琴上 阿巧抚摸着琴键 镜头随着手缓缓伸向一张照片 是小花年幼时 妈妈教她弹琴的画面 而此时的家中只有妇女二人 母亲去了哪里 导演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莉知道的是 这个家庭并不完整 拥有着破碎的过去 小花对村长口中的弹奏乐神往 也暗含了对母亲的思念 女孩在沙发上睡着了 梦里 今天所见之景 历历在目 倒映的湖水 天空的飞禽 雪上的蹄印 手中的羽毛 以及与女孩四目相对的鹿 一个正反打 让女孩和鹿重叠 同样象征着善 纯真 美好的两者 相同的结局似乎已然注定 转眼间到了说明会 高桥和戴是经纪公司的两名职员 他们受托在此建立一个露营地 将于不久后的五月正式施工 说明会随着幻灯片的运动正式开始 原本在门外观望的小花 也自讨没趣地走开了 她跟随雪地上的蹄印穿过森林 来到一片空旷的草地 看到空中飞过的鸟 她兴奋地追了上去 地上落着她寻找的羽毛 画面回到会上 按照计划 村民相继提出了反对意见 比如 营地的可容纳人数和净水容量不匹配 比如 净水槽选址错误 会造成村民水源污染 又比如 禁止夜间营火 却连24小时监管人员都没有 又比如 拉面店对水质的要求严苛 所谓误差范围内的污染 也会让她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 男职员显然没有预料 他翻找着资料照片宣科 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主 拥有决定权的社长 设计项目的顾问都不在场 他也只能不断地含糊气词 村民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愚蠢 职员原本高高在上的姿态 此时显得狼狈不堪 就连虚伪的面具也被戳穿了 原本只是传话筒的两人 现在成了出气筒 两方的沟通陷入僵局 场面顿时显得很尴尬 这是阿乔起身摘下帽子 这个动作代表着对自然的敬畏 他说自己是第三代开拓民 这里是向没有地的人们 开放更拓的土地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所有人都是外来者 外来者开发了这个地区 也破坏了自然环境 关键在于平衡 村长随后也起身说 环境保护并不是什么高谈阔论 水往低处流 上游所做的事情 最终会影响到在下游生活的人 仅此而已 会后两人找到村长致歉 小花也来了 他递过在草地上捡到的羽毛 问村长喜不喜欢 村长告诉他 当然喜欢 但是那里很危险 不要一个人去 他顺带告诉二人 阿乔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 希望他们去向他请教 女职员向阿乔地上名片 并询问他的工作 在日本 便利店是一个很奇妙的行业 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不限于遛狗 开锁 搬家 这也解释了阿乔日常的行为逻辑 伐木取水 连接他与乡民的并不是情分 而是利益 礼貌地维持与职员间的关系 大概也只是工作需要 画面一转 阿乔在家中画画 画上是两名职员今天的丑态 污染的河 以及水往低处流的字样 与其说不友好 他的态度更像是厌恶和怨恨 女儿在身边蹦蹦跳跳 他也完全没有打理 东京 经济公司的所在地 职员反馈这个项目漏洞百出 但他们的社长却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既知晓了村民的问题 又让村民发泄了情绪 原来 出气筒的角色早就设定好了 他们计划着项目的改进 但最终似乎什么也没改 忽然 社长又想到了个主意 让阿乔去做那个24小时的管理员 但两名职员看来 这是个馊主意 因为阿乔大概率不会同意 但上司发话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前往村庄的路上 两人吐露着工作的不满 他们聊起先前的工作 先前的烦恼 又谈起未来的规划 畅想着遥远的美好 真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天地间 他们的车子那样小 对话里 他们的喜悦却那样大 随着来到目的地 阿乔正在伐木 看着木块硬生落地 男职员问 可不可以让他也试一下 他举起斧头 笨拙地始终没能将木劈开 阿乔零星的两句指点 让他瞬间掌握了诀窍 画面转到小花 他给母户人家的奶牛喂草 穿过燃烧后 余热未尽的牛粪堆 奔跑在警告不能再去的草地上 预示着危险即将到来 拉面店 男人邀请阿乔担任管理员 被他一口回绝 他说 自己并不为前困扰 也不是游手好闲的人 三人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 但男职员心态 已然发生改变 他对眼前的男人推心致富 想要担任这里的管理员 想要和这里的人建立联系 所以 请求阿乔先做他的个人顾问 男职员低下了他的头 和当初说明会高高在上的样子 彻底不同了 这一下似乎动摇了阿乔 他替两人付了钱 并带着他们走进这里的日常 水边 电影开头的场景再次出现 取水 搬运 小小的水箱 却是女职员难以承受的重量 不知是被同事打动 还是被自然蛰伏 他也决定辞去这份工作 另寻出路 这时远方又传来了枪声 平静之下 危险不曾离去 阿乔摸着他的脑袋 想着什么 他太健忘了 又一次忘了接女儿放学 他一言不发地走上车 赶往学校 遗憾的是 这次回家的路上 他再没找到女孩的身影 路上 女人问 路是否会攻击人 男人表示不会 奈良的路会攻击人 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怕人了 在这里会攻击人的 只有半屎的路 或者他的父母 半屎的路 急中弹的路 一旦跑不动了 就有可能反击 但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以为路独胆小 见到人都躲了起来 女人随即问道 这样一来 路经过露营地 也不是一件坏事 他们甚至都不会靠近露营地 阿乔问 那他们到时候该去哪里 别的一些地方吧 男人漫不经心地打道 这段对话看似平淡 却暗含着男主和两人立场上尖锐的矛盾 男主 路象征着原生居民 职员 营地 是外来者的化身 当路的必经之地 被外来者占据 鄙视着他们 又该去往何方 男人思考便可 默默地点起了一支烟 烟雾在车中弥漫 两人躲不开 只好摇下车窗 就如原生者 躲不开外来者的侵占那样 但略有不同的是 他们并没有可逃离的窗口 此时 车子进入森林区域 男人的脸被黑暗逐渐笼罩 暗含着危险与恶意 让人不寒而栗 走进森林 三人一前一后 寻找着女孩的踪影 小鹿的骸骨 低血的五家木枝盖 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 湖水边 男人看着一根羽毛 陷入思考 不在这里 女人捂着手走来 原来 她被刚才的五家木划伤了 手上留下深深的伤口 于是找孩子暂停 阿巧带着两人来到家里 包扎伤口 并表示歉意 把手举过心脏的位置 这样就能止血了 她随后又马不停贴地赶往森林 男职员犹豫片刻 拿上外套跟了出去 没曾想 这份善意并没有给她带来回报 而是为她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 长日将近 天色渐暗 木屋被冷清的烟雾慢慢包裹 森林里回荡着寥寥的广播声 村民们纷纷出动 呼喊着女孩的名字没有回应 公路 水边 从南到北 从上游到下游 从深夜到清晨 男人穿过森林 来到了熟悉的那片草地 眼前的景象随镜头缓缓揭开 小花站在空旷的草地上 她的附近是两头鹿 其中的一头已经中单 她眼神空洞 让人不寒而栗 女孩摘下帽子 这是影片第二次出现摘帽的动作 她一步步朝路走去 男职员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阿巧从身后放倒 突然的暴力让她不知所措 男人的脖子被紧紧锁住 她拼命挣扎 但过了一会儿便没了动静 阿巧起身向女孩跑去 诡异的是 此时的画面里 没有鹿的尸体 也没有鹿的声音 只有倒在地上的女孩 像是鹿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般 男人试探着女孩的呼吸 擦去她鼻触的血迹 随后 男人抱起女孩 在茫茫的森林和沉雾之中消失了 男职员恢复了意识 艰难爬起 想要追上去 却亮腔地摔倒在地 直到画面的最后一秒也没再起来 夜幕 平移地仰视镜头 和电影开头如出一辙 伴随着粗众的喘息声和脚步声 电影戛然而止 这个突然的结尾 令许多观众一时摸不着头脑 在冰口龙界的电影中 克制的镜头 精致的文本 暧昧地表达 是其作品里绕不开的重要元素 采访中 冰口龙界表示 所谓暧昧就是一定程度上表露 又一定程度上隐藏 这可以刺激观众的想象 吸引他们 结尾的小女孩和职员是否还活着 主人公残缺的家庭 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 阿巧为什么会突然发动的攻击 这些导演都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只是隐隐透露 角色的行动是出于直觉 而不是伦理 对于女孩和职员最后有没有活下来 我更倾向于否定的答案 职员身负重伤 在寒冷荒无人烟的草地上 活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女孩可能被猎鹿的人击中 成为了半死的鹿 也有可能被眼前存在的鹿攻击了 这一暴力的镜头 导演选择用男主袭击职员 做出了双关的表达 所以略去了鹿攻击女孩 产生的视听痕迹 并且在影片里埋下的种种伏笔 也暗示着 女孩成为了人类破坏自然的牺牲品 不过我更倾向于另一种猜想 女孩被鹿袭击 男人袭击职员 两件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两人来到草地的时候 看到女孩和鹿的场景 只是幻觉 是导演用来表达的某种超现实说法 他们看到的更有可能是 倒在草地上的女孩一人 半死鹿的出现 是为了解释女孩倒下的原因 最让人费解的 还是阿巧发动攻击的理由 他一直都很讨厌两名职员 尽管他表面看起来十分和善 但看起来不像杀人犯的人 才最有可能杀人 车里 职员表示 路会去别的一些地方时 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他的脸黑得吓人 并且 他常常忘记女儿的放学时间 平日里 女儿也总是独自一人 意味着他对女儿的冷漠和疏于关注 但若不是为了答应职员的请求 他今天或许能够记起接女儿放学 或许这个外人没有来 女儿还是活着的 或许 于是 毕竟 把自己的疏忽转嫁到外来者的身上 远比承认错误轻松得多 女儿小花是善良与美好的代表 当人对此渐行渐远的时候 这场无声的悲剧注定发生 到了最后绕不开的话题 电影想要探讨的 恶它是否存在 存在于哪里 从社会角度来说 恶其实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 不能直接表达内心想法的恶 源自日本的官僚体系 阶级制度 以及社会文化 经纪公司用带动地区发展的借口 行蹭补贴之时 村民用保护自然的借口 维护的究其根本也是自身的利益 二是 为了保护善而萌生的恶 鹿的父母 为了保护半死的鹿 而攻击人类 男人为了保护女儿 而攻击代表外来者的职员 村民为了保护原有的生存环境 而抵制外界的侵占 三是 参与社会关系 而产生的恶 比如两名职员车内对话的戏 男职员对于工作的抱怨 对未来的畅想 此时并不带着恶 因为他们在车内 一个暂时没有社会规则打扰的空间 但是 当他带着经理的身份 工作的目的 向阿巧推薪支付时 这份真诚就变了位 成为了一种表演 比如经纪公司开会的那场戏 屏幕里的社长高谈扩论 合伙人势在必得 同样也是一种表演 再比如说明会的那场戏 持反对意见的几位村民 相继表达自己对开发项目的看法 或是 优质的水源对自己的重大意义 最后由村长总结陈词 发出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警告 这些都可能是他们的真心话 但是 当他们作为原有利益的占有者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侵占 商议 调查逐个实行时 又何尝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 恶原本不存在 但它又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对于自然来说 人类也是恶的 他们只会索取 伐木 取水 猎路 污染 于是在影片的后半段 自然也做出了它的反击 带刺的植物划破了女职员的手 半使的鹿攻击了小花 就连寒冷混乱的树林 也成为村民寻找女孩的障碍 片中唯一没有恶的 是女孩小花 她有着小鹿般清澈的眼睛 天真 善良 线上野山街的羽毛 只是因为村长爷爷会感到开心 最终 她成为自然反噬人类的牺牲品 这在电影的开头便已埋下伏笔 站在树桩上的小花 与树的角色重叠在一起 下一个镜头便是 无情巨木的父亲阿巧 人类向自然一味索取 那么种下的恶果 终究会由人类的下一代承受 像是水网滴出流 上游人的行为会影响下游人的生存 像是鹿代表人 水源代表人类生存的必经之路 烟 露营地代表对水源的侵占 当烟团团围住水源时 鹿或者说人又该去往哪里 影片后半段出现大量烟雾 也隐喻着同样的观点 被火灼烧过的粪堆 被浓烟包裹住的房子 都是来自自然的危险信号